HELLO 各位FHM的幫友們大家好 我是科幻如 我現在在拍攝腳踞的現場 然後最近有一部電影 曖昧要上了 這是有三個不同類型的女生一起演的 如果說你覺得你坐在電腦前太久 想要出去走一走 或是跟女朋友約會沒有地方的話 歡迎來看看我們的電影 曖昧 謝謝 這是我第一次到國外去拍片 然後也是第一次去歐洲 那時候我們在德國漢堡拍攝的 其實那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自己很希望把事情可以做好 所以我的房間剛好是在飯店的最頂樓 是閣樓 所以常常會有一種很孤獨 然後壓力很大的感覺 但是漢堡的風景很美 它有一個湖在市中心 所以我常常跟著一些 下溪以後的朋友 然後去到我的湖邊 有天鵝啊 還有很多 有人在漫跑 騎腳踏車 那是在國外 唯一可以讓人比較 讓我比較放鬆的時候 因為拍這部片認識很多 這樣子很特別的朋友 我很喜歡他們 然後也更了解他們的生活想法 還有一些他們的難處 我非常尊重他們 因為我覺得 他比我們承受更多的壓力 來自家庭的社會的 非常非常的敬佩他們 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 在這部片 我只是把這件事情稍微點到為止 但其實還有很多的片子 也是描述關於余同志的電影 會談得更深 好 拍片的時候我記得 有一場車禍的戲 因為車禍的關係 所以車子跟 那場車禍的戲 必須很多東西 必須一起控制得很好 那一場戲 我們來了二三十遍 你知道漢堡二月份是很冷的時候 大概將近零度吧 然後我必須 被車撞了之後 我要立刻倒在地上 那地上都是冰冷的 來了二三十遍 那時候心裡面感覺 不曉得為什麼 經過那麼多重複之後 有一刻感覺 覺得自己在做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自己在做一個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即便很辛苦 我都覺得我好幸福 有一種身為演員的榮耀吧 HELLO 我是柯幻如 我在fhm.com.tw